看到我了 翹立的馬尾 白皙的皮膚 各個清秀美麗 他們不是開直播的網紅 而是越南配偶仲介 推出直播 吸引想婚的男子 但婚姻夢都與事實有出入 雖然不好看保證乖的 可是 我也跟他講 這真的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他真的是有點仇用 跟看網絲 那種感覺 我也跟他說 我喜歡嬌小型的這樣子 相照老婆的楊先生 就是受害者之一 他向仲介趙先生表示 想要娶外籍配偶 仲介業者替他安排 雖然長相和他喜歡的不一樣 但在仲介的保證下 他飛了越南四次 雷琳總總共花了60萬台幣 但還是無法挽回婚姻 只好再飛越南一趟解除婚約 但因為不肯再付費用 結果離婚無效 我收越南的離婚法院 要收800塊美金的離婚費 當初仲介提出可以無期限交往 結果卻是一場空 光是去年就有40幾個人同樣被騙 有的外籍配偶才結婚三天 就因為床室不合跑了 原來仲介業者找上當地的婚姻槍手 就是特種行業的女子 或是未成年 或者是已婚女子 還有一些根本不想出嫁的女子 配合演出 只要對方付完錢 就會吵著離婚 或者上演逃婚祭 在結婚那一天有沒有 我就發現他包包裡面 買了一大堆的病藥 一國婚姻結不成 沒想到仲介竟然提出要他們當下線 吸收其他客人 成交一次就可以抽13%到15的佣金 這些取親被騙的受害者 因為都是在境外辦理結婚 離婚手續 相關單位都告知無法可管 律師強調業者透過網路 刊登照片的華民策欄客 已經出法 呼籲政府要做好規範 才不會讓想婚男 變成業者詐騙的代載飛揚 記者楊中盛 陳怡如新北採訪報導